今年的五四晚会想必大家都很期待 这几年央视晚会也一直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 这次也不例外有很多青年流量艺人 正好对应了五四青年节的主题 今年因为山河令比较火的龚俊和张哲瀚也会参加这个晚会 还有杨子、刘雨昕等 仅仅这几个人就足以引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粉丝的关注和收看 是不是节目的收视率稳了 另外据悉还有长歌型的吴磊和热巴 还有刘雨宁 更有王俊凯王源的加盟 五四晚会的节目单也是早就流传出来了 首先是女明星比美环节 迪丽热巴一身学生感的少女装扮现身 低马尾的造型 更让她的侧脸多了不少的活力青春的感觉 而关小彤简单的红色连衣裙 搭配白色的蝴蝶结设计 让她的气质也被完全的凸显了出来 还有李庆一袭粉色仙女裙 清新仙气 相比之下 庞一新的蓝色短裙 仙气之余 不乏优雅与轻快感 但鞋子有些太华丽了 和度假风的连衣裙搭配在一起 稍稍有些违和 如果换一双鞋子 整体效果可能会更好 不过要说最惊艳的 还是杨子彩白石的造型 和其他人的装扮不一样 杨子身上的礼服造型 让她可是成为了 全场最华丽的一位明星了 整条长裙设计简约 加上全身的白色 反而更使杨子美成了白月光 另外 受关注的就是表演的节目了 现场的演员几乎都是90后出生的青年 而且 这次为了严控疫情 五四晚会的现场 并没有组织观众观看 所以今晚的播出不少网友也在早早期待 关晓彤和王军凯一起对唱 《燃烧的雪花》 这两个人的组合也是很有新意 不过 网友更多关注的是 这次晚会 王源也有参加 两个人竟然没有合体 TFBOYS三人算是内地最成功的养成新偶像了 现在三个人都专注于不同的领域 已经很少有节目能够合体了 只有在央视的一些大型晚会上 才有可能 这次杨千玺因为在剧组拍戏 所以没有参加 以为至少可以看到 凯元的合体 不过也许 梁小芝已经后台约见过了呢 王源这次的节目是与 华彩少年共同现场破浪 彼此之间配合的也很好 因为舞台幻舞美的原因 彩排的时候导演要求 王源返场了三场 王源也很配合的完成了 还引发现场参加演出的年轻演员追捧 王源你太帅了 除此之外 迪丽热巴与吴蕾的同台也让不少网友期待 实在是因为最近唱歌型 两个人的CP太好刻了 而且戏外两个人的合体直播 也CP感十足 这次热巴和吴蕾的节目 是与其他大学生一起演唱青春 不过两人从彩排上抬起 就吸引了不少人大抠 网友透露吴蕾的眼神就没有离开过热巴 不知道是不是热巴的造型太美了 还是吴蕾的眼睛里有星星 看着对方柔情似水 喜悦溢于言表 分分钟令人回到《长歌型年代》继续两人的CP故事 此外备受关注的还有龚俊 自山河令成功爆火后 龚俊就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流量小生 这次首登央视五四晚会也吸引了很多目光 一身红色西装 惊艳亮相 火拖拖的一起风发少年狼 而且这些红色幻影 让人不由想起山河令中温客行 红装飘飘的精彩名场面 龚俊这次与唐一新和曾顺兴一起演唱 把未来点亮 三个人合作首次同台 一点也看不出局促感 相反还配合的意外不错 前段时间刷屏出圈的斯腾 为张彬彬带来了不少的知名度和路人员 而最近白静廷新剧接连播出 获得了不少的关注度 和斯腾同一时间段上映的 你是我的橙汁银类完结不久 最近和你一大红母亲等人合作的聚焦 养老问题的8090 又在湖南卫视热播 这两位公众人物 也作为正能量青年 参加五四晚会的录播和合作 用网友的话 说终于等到这两个人的合作了 不过现场却有网友 眼尖的发现 张咪咪的腰腹部被裤子勒出了点坠肉 不知道是准备的造型服装太紧了 还是最近张咪咪有点幸福肥了呢 尤其是白晶艇因为经常健身 所以身材比例不错 两人站在一起 有了不小的比对 对了 还有杨子与张艺兴最近 恋情绯闻沸沸扬扬 这次虽然是不同的节目 杨子与刘雨昕 汉服表演 张艺兴则是个人节目 不过既然是同一台晚会 在后台肯定会见面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交流呢 只有这些演员们能够参加 这次官方的五四晚会 也恰恰说明了 他们是很被看好的青年演员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